坦白講都是有不安全感的 因為怕對台灣產生不利的一個後果 那麼比方說像兩年前 那麼歐巴馬跟胡錦濤之間會面 那麼提了一個中美聯合公報 不是公報 就是聯合聲明 聯合聲明裡面就談到了有關兩岸問題 甚至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揣測 那麼當然所以在對台灣來講 當然非常在意就是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互動 所產生了一個結果的影響 那麼當然對中國大陸來講 對台灣問題把它視作核心利益 也不是今天的事 那麼在80年代 鄧小平就提出了反霸統一四化 這個統一也是他的一個 就是最終極的一個任務 那麼到了2000年的時候 江澤民再一次的提出來這三個任務 具體的任務 其中統一還是一個具體任務 那麼統一的問題當然包括過去是香港問題 澳門問題還有台灣問題 那麼香港澳門現在目前都解決了 就剩下台灣問題了 所以這個變成在歷任領導人來講 誰能夠把台灣問題解決 這變成在中國的歷史上會流明的 那所以任何領導人都會在意這個台灣的這個問題的解決 解決什麼時候來解決 那所以儘管在這次我們看這個聯合聲明裡面 對於台灣問題的琢磨不是頂多 但是這個胡錦濤卻非常這個適度的去表達了所謂的核心利益 也就是說希望美國將來能夠在處理這個問題的時候 能夠這個比較慎重的來處理 那當然這緊接著下面就是一個軍售的問題 那這個軍售問題到底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結果 現在也是台灣非常關心的 因為我們希望能夠獲得這個F-16戰機的這個軍售 美國現在目前似乎還在考慮之中 那所以我們希望這個不會影響到我們的這個軍售這個結果 是好的謝謝吳漢吳教授 那麼回到華府我們請教孫遠昭博士的就是 您當然也要想請您看一看就是 在目前中國跟美國互動頻繁的時候 到底對台灣的這個利益到底是好或者是不好 那麼此外一箱請教您就有評論指出 這一次這個中美的這個高層互動 其實是讓雙方都有 對對方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對於中國來講他會了解到說 有評論說他們了解到美國雖然經歷一次金融風暴 但是實際上並不如外界所想像的那麼衰弱 即便中國是美國目前最大的債權國 那麼再對美國來講呢 就是說歐巴馬似乎想要歡迎這個中國 這個在國際上扮演更多的角色 不過呢在美國國內 對於這個中國的這種和平發展呢 並不是抱得太還是有很大的不安全感 您如何看待這樣的一個雙方的了解深淺的一個問題 是的我想首先啊這是一個半開玩笑的話語 就是說所謂受死的駱駝比馬大 那麼美國在種種方面實力來講等等 它是遠遠超過中國目前的狀況 只是對於中國縣市的發展感到有一種程度的隱憂 那麼對於自己國力的衰弱感到相當大的隱憂 所以它這是對自我一種感覺的一種呈現和反應 並不真正的是表示它現在已經衰落到不行 所以在這次的整個過程當中可以看得非常明白 首先就在這個峰會之前 那麼美國有三個戰鬥群送到了太平洋 這個是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這三個戰鬥群的這個作戰實力 基本上已經可以說是這個 已經遠遠超過台灣本身的這個所有空軍實力的總和 超過了南韓的總和 南韓加台灣的實力總和也沒有辦法抵得過這個 那麼北韓當然會非常的擔心 那麼中國方面當然是感到非常的憂慮 所以這個事實上都是有很多的這個擺出一些姿態 在事前的一個呈現 那麼在整個這個峰會的過程當中的話呢 我們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次是奧巴馬總統和這個胡錦濤第八次的會面 所以並不表示說兩個人對對方一無所知 雙方有既然有八次的交手的經驗 應該已經多多少少知道對方的底在什麼地方 所以呢 首先我們可以很明確的看到 美國他已經趕快把上一次在中美聯合聲明當中 認同這個台灣問題是中國核心利益這一點撤退回來 他不再去提這件事情 雙方也有很多的默契在後面 那麼中方你繼續表述 所以也是一個自表述的一個狀況 我們可以看到很明顯在這個地方呈現 那麼而中方的話呢 可以在這個適度的時機當中把台灣問題加進去 但是雙方都已經有這個默契就在於說 不再要把台灣問題擺在第一線來作為這個雙方爭執的基礎 那麼這也就是顯示說 尤其我們可以看到在這個會議之前 美國方面已經明確地表示說 未來與中國的整個這個基礎 外交關係的基礎是在於所謂的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 而中國方面是強調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係 所以這裡面可以看到雙方強調就是走向積極正面 只是美國方面不願意再提合作夥伴 或者是戰略夥伴等等這些 可能會引起不必要的這種各種衍生性解讀的這些字眼 而就是強調一個積極合作全面 那麼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在這個文字上面都有一些在故作文章 但是實質關係其實並沒有什麼太大的改變 好的 謝謝兩位來賓為我們所做這個很深入的分析 時間又到了我們要接聽聽眾觀眾朋友們call in電話的時候了 把現場再交給容香 謝謝博弈 這是美國之音和台灣中廣新聞網為您聯合播出了海峽論壇節目 今天我們談的是從澳湖會來看兩岸局勢的新發展 現場為您請到的兩位嘉賓 分別是美國亞太法學會的秘書長孫遠昭 以及台灣昆山科技大學教授吳翰 海峽兩岸的聽眾觀眾朋友們 現在就可以撥打美國之音的免費長途電話 跟我們分享您的第一手看法 歡迎聽眾和觀眾朋友們打免費電話來參與討論 提出問題或者發表評論 在台灣的聽眾和觀眾請先撥00801-102-880 然後撥866-837-5159 中國大陸請先撥10810或者108710 然後撥866-837-5161 除了撥打美國之音的免費長途電話之外 你們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來參與我們的現場討論 我們的電郵信箱是 usc1 at gmail.com 好 首先我們先來接聽在台灣台中的姚先生 姚先生請您提問或者簡短發言 然後我是台中的姚先生 照例向全球的鄉親父老問候 這一次的歐福會非常的成功 主要我個人有三點的看法 第一點就是胡錦濤先生他所提出來的 這個是登高望遠 然後穩健發展兩國的關係 這個是非常高度的一個高點 觀看全球的戰略佈局 這個是我非常欣賞的一點 第二點是 這個胡錦濤先生他在這個 這個台商協會 這個不是台商協會 這個是一種 這個是中美兩個國家 這個經商人員聚會的地方 他說永遠不稱霸 這個永遠當老奧的一種心態 我也是非常欣賞 第三點是美國對中國的要求有四項 第一項就是人民幣方面的問題 第二項是這個自財 智慧財產權的問題 第三個是這個人權的問題 第四個是西藏的問題 他沒有提到這個台灣問題 這個非常的高度的智慧 這個也是我所欣賞的地方 謝謝這是為歷史 這個立德立功立演 最棒的一種典型 我常常說 這個胡錦濤的這個景 是景秀大帝 他是滔滔太陽 這個21世紀正好有這樣的一個 這是我們所稱信的這個時代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台中的姚先生已經用點提出您的看法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接聽湖南的張先生 你好 張先生您好 請發言 台北的博弈好 華府嘉賓 台北的嘉賓好 我想談點看法 這次胡主席 到美國和奧巴馬總統會見 這個引起這個台灣方面 這個引起了這個台灣方面 就是高度的警覺 你像當初這個大陸跟南韓建交也是 開始偷偷摸摸 後來台灣發現了 還有這種情況 我是這麼想 從這個奧巴馬總統 當時談到美國絕不坐牢 從那時候開始我就想 那麼中國經過20年的改革開放 現在經濟實力 經濟總量已經在日本的前面了 那麼再用20年 中國會發展到一個什麼水平 所以大家都可以遇到的 國外許多的經濟學家 專家都有這個預測 那麼現在這個留下的就是 這個台灣和大陸的問題 由於這個歷史原因啊 兩岸方面在意識形態 在經濟方面都有很大的隔閡和差距 我相信呢一句話 中國人可以用自己的智慧 兩岸中國人呢 來解決自己的事情 當這個經濟發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時候 這個意識形態接近的時候 我想核比分的可能性要大 我是這麼預測的 馬英九總統啊 在這個下一個四年 估計會涉及到正式談判的問題 至少會涉及這個領域 我是對前景這個很看好的 所以這個兩岸中國人啊 就是說在未來的這個這個 世紀裡面我們共同發展 互利雙贏有些東西 創造一個中國人的世紀 謝謝 謝謝湖南的張先生 那麼接下來呢 我們在接聽高雄的王先生 王先生請您向兩位來賓提問 或是簡短發表看法 不意外的聽眾觀眾 請大家晚安 大家好 對那個歐護會 那個我們的 歐會裡面美國總統也有提到 台灣關係法 台灣關係法就是說 再警告中國就是說 像在1996年的 台海危機裡面 那個中共對台灣打了兩顆 兩顆灰彈 美國馬上派兩個戰鬥群來 剛才那個華府的嘉賓也說過 他這是派三個 所以我們說 要在這邊像中共 提出說 你要和平統一台灣 也是世界裡面 民導人所講的 不要一邊拿著刀子 他說我愛你 你要你要 你要你要 你要嫁給我 我們應該說 你把這個愛情裡面來講的話說 我說服你 說服到你的褲子偷下來 這個才是高招 不能用以無力來統一台灣 這是我們台灣的願望 謝謝各位 好 謝謝高雄的王先生 接下來我們來接聽 遼寧的王先生 請您向兩位嘉賓提問 或是簡短發表看法 你好 首先來說 這是台灣人嘉賓也好 和主持人也好 首先是台灣人不自信 首先中美不存在價值觀的衝突 中美只是存在誰將來 誰主導這個世界 誰是成為世界老大的問題 首先來說 中國的經濟 七八年以後 肯定會超過美國 我還是